而在台中有一名开设财神庙的女子 被台电人员发现 从去年一月份开始 她家的电费突然下降到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而且庙里头装了一大堆电器 但是电费完全不增加 台电人员稽查的结果发现 原来是她家的电表动了手脚 安装一种短路扣片 让这个电流不会通过电表保持一定的刻度 台电估计一年多以来 这名女子窃电的金额已经高达十万元 不但现在全部要被讨回来 还要把她移送法办 被查到窃电的 就是为在台中厚礼的这间私人财神庙 在离近百坪的主厅里 点了不少神明灯 电扇好几把 外墙的冷气也是好几台 而里头的会客室角落 就摆着三台大型的热水器 一整天轮流加热使用 屋里的电器一大堆 可是几个月下来 每个月的账单大约只有三千块上下 查期人员认为很不单纯 查期人员指出 从去年一月开始 今天财神庙虽然天天开门 不过电量却和一般的家庭相去不远 仔细一查才发现有偷电的状况 一年多以来 估计偷了两万三千多度的电 金额高达十多万 原来是电表被动了手脚 简单来说 就是不叫水电工在电表上 装上这样的金属回路 让电流不会通过电表 然后假造迁锋 台电人员之前来超表 都没有发觉电表被动过 类似这样的窃电案例 都是利用不当手法改装电表 不过这是触法的行为 其实只要聪明用电 就可以达到省电目的 搭配吊扇或者是电风扇 来增加冷气的对流 这样子吹起来会比较凉爽 像是拔除不必要的电源 是内用电风扇加速冷气的流动 以及选用耗电量低的电气等等 都能够有效省电 而且连被带不仅得被追缴欠费 还得负起法律责任 借了零件身旁换裙 台中报道